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爱你的男人舍不得让你等待会在第一时间积极地回复你消息 从不会故意怠慢 而不爱你的男人总是对你爱搭不理 从来不会把你的消息放在眼里 就算明明看到了也懒得回复 或许是故意拖延 过了几个小时 几天后才随便找个借口 回复你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或许是想敷衍了事 所以总是回复简短的一两个字 哦 嗯 好 或者只发一个表情 没有人会真正的忙到 连回复一个信息的时间都没有 除非他不想 对于不爱你的男人来说 你所有的关心 所有的问候都是一种打扰 让他心烦厌倦 正如装睡的人是永远觉不醒的 而心里没有你的人 也不会把你消息当回事 别去打扰一个敷衍你不愿理你的人 不然到最后难受的只有你自己 从不给你状态评论 点赞 爱你的男人不仅会置顶你的信息 描绘你的信息 还会关注你的动态 在意你的心情 当你发一些状态 分享一些图片时 他如果总是第一个在下面评论 点赞 就足以证明你在他心中非常重要 因为那些评论和点赞的背后 暗藏的其实是喜欢和在意 相反 如果一个男人从来不关注你的朋友圈 从来不会认真的去看去评论 你发的任何状态他都视而不见 就说明他并没有那么在乎你 因为不在乎 所以懒得关注 他不会因为你深夜发的一条状态 而催促你早点睡觉 也不会因为你分享的照片而由衷赞美 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是好是坏 是开心是难过都与他无关 有心的人不管距离多远都会对你惦念 无心的人就算静在咫尺也是默然 朋友圈从来不晒你的照片 有人说朋友圈晒另一半的照片是对爱情的概章确认 一个男人的微信里如果只有工作朋友爱好 却唯独没有你的存在就代表他没有那么爱你 也许是觉得你太丑拿不出手 也许是对他来说其他东西都比你重要 又或许是假装单身 给自己留别的机会 但归根结底就是你在他心中没那么重要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想要你融入他的生活 不仅让你出现在他的朋友圈 还会在生活中带你见他的朋友和家人 因为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存在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不爱才会遮遮掩掩 而爱就是大大方方 从不给你发红包 微信红包不一定是检验真心的最好的方法 却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男人的真心虽然和红包大小无关 却证明了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爱你的男人会舍得为你花钱 在自己男力范围内表达他对你的一片心意 不一定是经常发 但在一些关键的日子 他都会有所表示对你毫不吝啬 但如果一个男人从来不会给你发红包 即使重要的日子他也完全没有表示 对你非常小气 就代表他没那么在乎你 口口声声说爱你要养你给你幸福 到头来却连一个红包都不愿发 这样的男人所说的誓言 无非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罢了 其实女人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红包的金额 或是礼物的多少 而是在这背后所蕴藏的爱 一段感情若是走到尽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一个男人若是开始变心 就会对你冷酷绝情 男人爱不爱你从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都可以看出来 而微信只是其中的一个窗口 余生愿你在错爱中及时抽身 在爱你的人身边收获真正的幸福 愿你眼中总有光芒 余生或是你想要的模样 今天给你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 如果你喜欢听书格的文章 欢迎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大家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分享你的体会 人生的旅途让听书格陪伴你 我们相约明天 不见不散